小晉&蕭霸 謝謝大家沒有睡在腰очь站在這邊 因為剛才有很多人給我反應 包括祕書長跟我說我講話太快 我也這樣感覺 我在學校請講話太快 都學生抱怨 老師跟人說那麼慢 我本來講話就很快 如果說得更快 說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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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不去穿開了 說得更快 所以我如果不小心 說得更快 麻煩大家提醒我 拿那個杯水丟我 給我等一下酒頭 提醒我一下 抱歉抱歉 過了 因為剛才也有同心給我反映說 這字文這樣就過了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不是在上日文課 我是在說文法 所以我就把他帶過去 不過可能有的人會想要知道 所以我就稍微補充一下 剛才說到的 這個 我臨時打去的店館 我說我們都知道很厲害嗎 對不對 我也知道こんにちは 但其實日本人 他們其實請客來打招呼的是這句話 叫我 叫我 叫是今天 叫我 然後意 意是好的意思 然後天氣 天氣 這個です 是一個就是禮貌型 然後這個呢 是在跟對方做確認 意思是說我覺得是好天氣 你是不是也這麼覺得呢 這樣子 那個是他們說叫余偉助詞 然後像這個 你也可以只講後面這個 然後像日文 他們只講打字的唯一是用這個 這叫做羅馬字 用羅馬字這個標音 這樣 所以 像說 我們要來試試看嗎 來 我們先來看這個 因為你只要把這個 這句你把它記起來 然後你代換這兩個 就大概可以用四個季節了 這樣 你只要看的時候就說這個 熱的時候就說這個 那如果不知道冷的時候 熱的時候就說這個 這樣就都OK 我們先來講這個單字 這個叫做 意有天氣 對 意有天氣 對 意有天氣 意有天氣就是好天氣 你只要出門看得到 沒有人 隔壁的人 你也可以叫 意有天氣就是 這樣子 都可以這樣 就平常打招呼 因為我們剛才說 日本文化 他很關心 替好 過了 我們代換這個 這個叫做寒衛 寒衛 對 寒衛就是能 寒衛就是能 所以如果你覺得 今天很冷 你只要把 意有天氣 代換做這個 寒衛 這樣就變做 對對對 今日は寒衛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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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坐坐 你就跟他說 暑い 暑い 對 你又說 今天坐坐 那怎麼講 對 今日は暑いですね 今日は暑いですね 今日は寒衛ですね 今日は寒衛ですね 今日は天氣ですね 你就可以把365点的招呼 都用這幾句就可以了 然後 萬一 你熊熊忘記了 那怎麼辦呢 你鄉鄉不忘記了 有人先跟你說 有人先跟你說 有人跟你說 それです 他是是的的意思 是的 然後因為 他的語調不同 意思不一樣 像這個ね 是表示贊成的 你就說 そうですね 對方說什麼 你都會說 そうですね はい はい そうですね 但是萬一 你覺得 是安捏か 你就會說 そうですね 你只要把那個ね改成か就可以了 然後把韋語提高 そうですか? そうですか? 是あねか? 是あねか你確定 你就把它加一個か 就變自疑問了 然後如果你贊成對方說的話 嗯對 你說的有道理 そうですか? 你就把那個か改成か壓下去 很方便用一個單字 そう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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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疑問 そうですか? 表示贊成 很單純 就這幾個很好用啊ね 好用單字表 そうですね 這兩句真的可以記起來啊ね 平常就可以用到 所以我們除了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以外 還可以知道怎麼打招呼 可以嗎?需要抄嗎? 這樣 多唸幾遍喔? 那我們再唸幾遍吧 好來 對 今日はいよ天気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今天坐坐 今日は暑いですね 我們大概365天裡面 300天都要講這一句了 今日は暑いですね 今日は暑いですね リュウナがそうですね 然後終於轉秋天 終於到了12月1月了 我們就可以說 今日は寒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真的是這樣ね 然後剛剛有提到 這個すみません 這個的話呢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怎麼講 我們來唸一下 すみません 對すみません的話呢 就是他真的用的頻率也很高 例如說你今天在餐廳裡面 你要叫人 你要叫點東西 然後對方沒有注意到你 你也可以用 すみません這樣子 然後有些人在問 你要過去 他們兩個人在那邊講話 你要想要過去 你就啊すみません 這樣人都會想 這個什麼意思我嘛 我們知道 你這樣啊すみません 就嚇過了 不好意思把你們兩個分開啊 我要從你們中間走過去 這樣 すみません 所以 すみません也常用這樣 然後真的 遇到什麼情形的時候 真的抱歉的時候 也可以用啦 也可以用すみません 可是因為日本人 他說他們這什麼意思跟他們的文化有關係 因為他們都會反射性的說什麼意思 所以其實齁 像那個在政治上 中間那個政治家人在會談的時候 結果在日本人 日本的代表 有時候沒有審訊 就跟他們說什麼意思 還叫 給那個歐美國家抓到把柄 對 你說不對 你說對不起 來來賠償這樣子 日本的問題 他們說什麼意思太多了 然後他們除了すみません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的話 就是說你真的很表示 歉意的時候贏的勇 ごめんなさい這樣子 當然すみません也可以代用 好 然後這個 這個的話 那個 那個年輕 年輕那個 年輕弟弟們可以學一下這樣子 要那個 約女生去喝茶的時候 然後 而且還不會讓人家討厭 因為你是用日本式的問法 你要用否定 讓他有說NO的權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查的話叫做 歐加 對 歐加 通常你可以用歐加 那當然也有人會講 咖啡啦 但是大部分 歐加其實就可以包含所有的飲料了 而且你用這個REMO的話 就表示他有選擇權 他不一定要歐加 他也可以咖啡 他當然也可以喝Juice 都OK 他也可以喝牛牛 Milk 隨便他這樣子 因為這個REMO 就是表示不一定要這個 其他也可以 有選擇權 他是這個意思 然後喝的話呢 叫做 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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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要稍微約人家說 要不要去坐一下 去喝個茶這樣子 就是 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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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字寫一杯 但是你當然可以喝個十杯也沒有關係 一百 然後那個 肉是在問怎麼樣這樣子 所以比較口語的講法應該說一百肉 就比較熟一點的朋友 就不需要用那個什麼什麼です 什麼什麼ません 因為那個是禮貌型 一百肉 這樣 就平常就是熟的人音寫這樣 有的 然後 剛剛還有這一個 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裡面可以記這一句 因為這一句他用的頻率也非常的高 如果有學日文的童心也可以把這一句記下來 那我們先看一 稍微提一下 這個いつも いつも是總是的意思 常常總是 然後下面這個四話它是唸 世話 世話就是變成照顧 它的意思是照顧 然後後面的なっております 是受你的照顧 所以 對就是 おります是一個比較謙虛的講法 所以就是說我常常受您的照顧 總是受您的照顧的意思 所以它整句是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會不會有點長 有點長喔 不好意思 先看這一個 先這一個 對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還是有點長 我們先來看後面的這個 おります 對 おります是在講 就是謙虛自己的時候的一個用詞 おります 好 然後 なってお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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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對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其實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就可以用了 你可以只有這樣用 可是如果你覺得常常不是只有一兩次 你就是在加前面這一個 いつも 對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對 有點長 這個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如果有 不好意思我剛剛沒有打羅馬字 那所以就是如果有學過的人 可以就是知道一下說 你平常在表示感謝的時候 會用到這一個 這個 這個的話你可以把它的音記下來 因為它還蠻實用的 就是就像我們說的 你每次吃飽飯 有人請你吃東西 或者你去餐廳吃個東西 離開都可以跟那個店員講 這樣子 ごちそうさま 對 如果你覺得很常 你就記到這邊就好 就是不要記後面的レシタ 這個レシタ是表示禮貌 表示禮貌型 那你也可以只講前面 前面的這 1 2 3 4 5 6 這六個字 ごちそうさま 對 小朋友吃完飯就跟媽媽 ごちそうさま 老公吃完飯跟老婆講 ごちそうさま 對 跟朋友出去吃完飯付了錢之後 互相講 ごちそうさま 然後跟店員也順便 ごちそうさま 對 然後你想要再禮貌一點 就再加個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對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表示禮貌又過去這樣子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對 這一個也還蠻常用的 那因為呢 其實我主要 我的課應該是 文化 所以日文的部分 因為語言它其實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稍微也會帶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 那往下 好 那 我們剛剛說到說 我用幾個日文 用幾個日文 提一下那個 日本的文化 就是像他們日本的 日本人的思想裡面 都有這種 那過得 一般而言 我們還會覺得說 像日本 它是一個 對外來文化很積極的國家 這個 如果說我們多少 太過夜歷史就知道 它會很積極的吸收 別的國家的文化 然後把它變成自己的 東西 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 那 有人說 那是因為 日本 它是這個海島型的國家 所以它不用 它在近代之前 它都不用害怕說 有別的國家來進攻 所以對於來說 外來的文化 就是帶來新的東西 所以它不會排斥外來文化 它不會排斥 它不會覺得說 外來文化這個東西很危險 它就會很 很樂意接難 因為它是剛剛這裡新鮮 然後就把它吸收下來這樣子 那 因為像有人說 中國文化是 他們是自己建設起來的 它不是由外來吸收來的 所以他們對外面的文化 是比較排斥的 因為我的文化就是 我自己建設 我自己的文化 我就是中心 你們都是俄外 他們是屬於偏向這種想法 有人是這樣分析 這兩個國家的差別 然後另外呢 因為日本 我們知道他們 地小人醜 他們有多少人 一億三千萬 現在他們人口概念 一億三千萬 算人口算很多這樣子 因為人生 人坐 所以他們都互相之間 我們常常說的 不要給對方帶來麻煩 然後平常接觸上 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都注意 所以有些很固定 形式上 不管是語言也好 還是一些生活習慣也好 他們都會很注意說 不要給人家不舒服 不然本地就在割 就在洗 就這樣 要互相注意對方 然後另外我們也知道說 日本 他們真的很注意 他們很多東西都很精細 很細緻 對他們他們都會注意很多細節 像說社會你們想到什麼 我們一般說日本的文化 對阿 這個也有這個部分 對不對 他們注意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們做的東西 他們都注意細節 但是人跟人之間 他們有哪注意注意細節 所謂注意細節 就像說 我覺得這個地方 可以在 應該 像說反映在他們的服務業 他們的服務業 上次我在說白糖科 我有稍微提一個這個例子 像說外長在日本的時候 我有打工 在那個 餐廳裡面打工 還有一頓店長 他就會教說 你要怎樣 拿杯子 讓人拿 這樣 他說你要拿杯子 三分之一以下的地方 他用數字呈現 如果我們家人說 這樣拿過 你就盡量不要拿到杯子 如果有教育 可能這樣 不然就是青菜固寨 你就把東西拿出來就對了 這樣 他說你要拿杯子 三分之一以下的地方 你給他算喔 這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三 三分之三 三分之一以上可能 人家會重點水 所以不能摸到 上面你一定要拿三分之二以下的 過了又說 一個杯子而已 有哪要用托盤 這樣 他會把它數字化 就講得很仔細 這樣子 不過相對的 有哪有多明確 就不會說 你的感覺到我的感覺不一樣 你就不要拿到杯子 我覺得杯子是什麼 你覺得杯子是這裡 我們家可能就都比較籠統 這樣吧 你就把它數字化 另外像說 他們日本很重視 集團主義 如果是人家比較的 像說 人家說中國文化是比較 個人主義 然後日本比較 集團主義 他們很重視 他們比較不會重視個人的成就 他們比較重視集體的成就 對那如果想說 有的人的工作 你們可能跟他日商什麼有接觸 可能跟他特別有這個感覺 像我們職場裡面 有那個日籍老師 你就覺得他們做事的方式 就是 他不在乎一個人 他覺得他這樣做 可以讓這個團體 這個組織 帶來好處 所以就是 就 要說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 他們才有這麼強大吧 我想 好 然後 我要說這個 好 然後 除了日本 一般我們在說日本文化 有這些常講到的以外 還有一個 最先 開始研究日本文化的是 這個人 這個叫做 Ruse Benedicto的人 然後 他為什麼要研究日本文化呢 因為那時候戰敗 然後 他就美國 他要通 他要通 他要關日本 他不知道日本 就東洋國家 到底什麼國家 他就叫這個 人類學者 他就是人類學者 美國的人類學者 去研究一下 這樣 一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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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然後就下這本菜 橘與刀 我們都知道橘是日本的國花 我們會覺得櫻花還給他們的國花 因為區分 國花其實是菊花 因為像他們天皇的徽章 是一個菊花的mark 然後櫻花應該是說國民之花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櫻花 不過國花 他們的國花其實是菊花 這樣 然後還有刀 刀就是以前武士 武士的那個時代的時候 他不是那種配刀 他用他的書名叫做這樣 然後這本書 他有全世界翻成非常多的版本 然後之後也有很多版本 台灣文化出版這樣子 然後也有很多人去解說幹嘛幹嘛 反正版本一大堆就是了 然後當然他的原著 他的原著有很多批判的聲音 因為他的內容 最後他是把你導向說 他的結論是說 因為你日本就是這個文化 所以你就是不好 就是怎樣 他是一些導向這樣 他就是後來有帶入主觀的感情 在裡面 不過就是在分類上 因為他是最開始分析日本文化的 然後他的分析應該算蠻正確吧 所以就算一個在說日本文化的代表作 然後他在這個文化 那不好意思 因為他沒有那個中文打字版 我就直接用日文 他把這歐美文化 歸類做自民的文化 罪的文化 然後他說 日本人的文化叫做 恥的文化 就是恥就是害羞 羞恥 所以他們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這是日本人的文化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區分 然後這個區分還蠻得到很多人的贊同 我們先不要說他的結論 跟一切區分方式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好 那是怎樣說歐美文化叫做自民的文化呢 對 自民是罪嘛 就是感到罪惡 因為日本 歐美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宗教是什麼 基督教天主教 那基督教天主教的話 是不是就是神 神的旨意 神的什麼什麼這樣子 所以他說 他們通常規範 規範歐美人 他們的行為規範呢 主要都是宗教 像說他們的聖經 或是他們的一些宗教上的規定 說你不能這樣做 你要這樣做 這樣做會違反神的旨意 違反神的戒律 這樣 所以就是說 如果說你沒有違反的 你的心裡面就是 你就會不會有罪惡感 不過你違反這個宗教的戒律的時候 你就會有 感到自己有罪 所以你看他們有時候 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他們如果做不到的事情 他們就不是去那個什麼 去懺悔 不是在牧師個壁 一個木頭 一個小小的房間 然後他們就會去那邊懺悔這樣子 那是因為 他認為這個人 這個人類學者 他說因為歐美 他們的行為規範 歐美人的行為規範 主要就是這些宗教上的戒律 所以呢他們的心裡 總是有神存在 然後神規範歐美人的行為 就是說你平常這樣做 這樣做對這樣做不對 是以什麼為準 他這樣有違反神的教會為主 不過 所以像說因為 他就像說 基本上裡面有說一些 歐美那邊的諺語 英文比較好的通信可以看 這個日文翻譯 就是說如果呢 會意識到罪的心 就是說你的心 哪意識到罪惡的威 你就永遠 一直都會帶著恐懼這樣 但是你不敢去做壞事這樣 像說 神呢 是慢慢接近你的 但是像說 你如果 那種 有幾歲的勁 如果他在懲罰你的時候 那個拳頭像是有如 鋼鐵般的 強硬這樣 過了另外還有 如果如果你的良心 就你沒有做錯事 你的心是沒有污點的話呢 你不會害怕那種 怎麼講那種錯誤的批評 他們有很多諺語 是跟 就是跟罪 這個東西是有關係的 不過因為日本呢 他是屬於多神教 他並不是說什麼 只有信奉耶穌啦 什麼聖母瑪利 他是多神教 像日本人他們的宗教官 他們是覺得說 他們覺得樹有樹林 然後什麼 例如說房子可能有房子的林 然後森林就是有那個山 三 就有三神這樣子 他們就覺得 就是 日本大概就有八百多個神 這樣他們就是覺得 那種大自然就是神 所以他是屬於多神教 既然是多神教 到處都是神的 其實他們就不會 注意說 當然神就不是住在心裡了 神就是住在外面的 是不是住在那邊那邊那邊 所以他們不會害怕神的 什麼懲罰啦 還是什麼佛祖的審法啦 所以他本人他們在意的是什麼呢 世間的命 什麼叫世間的命 就是 把人 怎麼看你 日本地小人醜嘛 所以他們 他們很在意的是說 周遭的人 周遭的人 這個社會 他們是怎麼看你 這樣 有的人 也分析是說 因為日本很狹小 所以你要在 跟很多人一起生活 所以你要請請注意到 說別人怎麼看你 所以他們怕的 不是神 或是佛的社會 他們怕的是別人的眼光 他們怕的是別人的眼光 他們怕的是別人的嘴巴 所以我當下日本人 規範日本人行為的 這個所謂的哈記 他們怕會笑 他們怕會笑 怕拍謝 這樣 所以 比較大的人類學者 他認為說 是這些 這個 日本人的行為 是這些 這些想法在背後 在規範 他們 這樣 所以同樣的 像說 他也有說 一些相同的諺語 類似這種 像說 如果要丟臉的話 不如去死 人只有活一代 不過你的名字 可以這樣活得長長久久啊 耍火啊 然後另外 像說 日文裡面 有很多單字 是在表達跟他們的這個 剛剛說的那個詞 哈記有關的 舉例來說 學過日文都知道說 不好意思 叫做恥ずかし 對我們都知道這個恥ずかし 恥ずか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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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可是除了恥ずかし 這個形容詞以外呢 他們還有很多跟 哈記 跟這個詞有關的日文單字 像說 這個 這個叫做 意語故事が悪い 意語故事が悪い 這個 這個不知道要怎麼翻得好 就是 英文他們也不知道要怎麼翻 就是 應該只說 以我們中文 我們應該有點類似說 小瓜不自在啊 那 那個狀況 讓你覺得很抱歉 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麼做 他們就會說 什麼意語故事悪い 或什麼 格好がつかない 好像這個也是 這個也很難翻 我怎麼怎麼翻 就是 不知道啊 應該說 沒什麼特等 很抱歉 我真的 連中文我也翻不出來 就是 他有很多這種 在外國的語言裡面 沒辦法翻譯出來的 跟表達日本的恥ずかし 表達日本的 抱歉 這種 單字 這樣吧 他沒有很多單 就是跟日本的這個 所以就這個 我覺得這個 比較容易懂 這個 這個也當標記日本的文化 我很喜歡拿這個 當例子 這個 如果有去過日本 應該有看過吧 這有什麼東東 看過 提示 在廁所裡 對 剛剛有童心講到 這什麼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日本的 哈吉諾文化的最好的代表物了 對 英雞 這個叫王姓英雞 它漢字寫音樂的音 然後雞就是那個 一個女字旁 以前的那個公主 那個雞這樣 王姓那個雞 那是他的名稱 這是什麼東東呢 就是 你這台 例如說你上完廁所之後 或是你只要把手放在這個地方 它就會自動 發出25秒鐘的流水聲 自動發出25秒的流水聲 這樣 如果准說你覺得25秒不夠 你再把手放在上面 它就會自動延長 這是在幹嘛的 對 這是在遮掩上廁所的時候的聲 像說他們日本的女生上廁所的時候 他們覺得讓他們聽到很抱歉 所以他們的眼睛 他們的聲音打一次水 過了之後再打一次水 所以變成他們上一次廁所 要打兩次水 很不環保耶 很撩水 所以後來呢 就是說日本的公司 就針對他們這個 不好意識的心理 就設計這個機器 所以變成說你上廁所的時候 你就不用打水 因為水的料也會撩水 你只要用這個給他發出那個聲 可以讓你在上廁所 在尿尿的時候 他就會 就有那個流水聲 就聽不到這樣 你後來的時候 你比較沖水 這樣就沖一次水 這樣 怎麼不去 消失了 螢幕怎麼不去 又出來了 對 這個就是 然後另外一樣 就是跟 我覺得也是跟洗手間有關的 就是 像說 英文那種 欸 我們不是有那種 那種除臭劑嗎 那種消臭的 這樣 然後像日本英文 在買那種除臭劑 像說 他去到 他上 他上 你如果看他上廁所說明 他會說 使用完之後 你就在馬桶裡面 滴一兩滴 噴一兩下 他說 蛤?是怎麼使用好 這樣 我們的感覺 應該是去廁所 我都炒 所以噴一噴 這樣 滴滴的 不是 他那個 顛管的說明 他是要讓你使用完 像你大大完 或小小完之後 你覺得不好意思 讓下一個人 聞到你的味道 你就噴一噴 滴一滴 這樣 就是 把那個 廁所裡面的味道 除掉之後 你再走出去 這樣 他們就是有很多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 類似 就是可以表達日本他們的那種所謂的 恥の文化 就很不好意思這樣子 恥の文化 有沒有覺得很怪 好 然後 最後 最後呢 我還想提一下 因為說到那個 恥啊 或什麼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跟日本的 日本跟應該說台灣嘛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 說我們台灣的婚姓喜慶 到底是我們本地就有的風俗習慣 我應該去查一下 研究一下台灣歷史 還是我應該去問郭鴻賓委員長 就是說我不知道說 我們台灣的婚姓喜慶 到底是 我們本地就有的 還是從中國那邊二來的 像說 日 蛤 我想應該不是從日本二來的 因為 因為 感覺差蠻多 這樣 我覺得感覺差蠻多的 像以婚禮來說的 婚禮 應該大家都不要去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喝喜酒嘛 都不要去喝喜酒鬼 台灣的喝喜酒是什麼感覺 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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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件齁 我們這裡喝喜酒的時候 其實新郎 新娘是 不是 複加的 我的感覺是複加的 這樣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們親朋好友好久沒見面了 好高興喔 這樣對不對 大家很高興 不過現在很多 那種 當然台灣現在有引進 那種國外的什麼 專門在辦婚禮的那種公司 如果把你用到這樣很正式 要去賣的心 契火什麼什麼 但是基本上 我們的習慣還是說 那是一個大家聚會 老家的地方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都覺得 新娘是送的 沒什麼重要的那種感覺 我的感覺是這樣 因為剛好 我自己本身 我的婚禮是在日本 跟台灣兩個地方 都有舉行 所以感覺就差很多 像日本一邊婚禮的時候 他有夠 一板一眼 這樣一板一眼 他請他來主導整個婚禮 像說 現在 我們要先請誰說話 接下來 為了誰說什麼話 過了什麼要表演 什麼什麼 你真的是一板一眼 這裡有人在說話 大家那筷子 什麼都放在那裡 在那裡 不敢吃飯 過了新娘也不能吃飯 你如果吃飯 就覺得 你要吃飯 你是主角 你看你吃飯 很奇怪 我們這裡也都做回家 過了就像 像一本台灣這不是 我們都要換衣 換衣的時候 一本換衣之後 一個就四個 他說 好 現在新娘要去換衣服了 要一路鬧喜 他要退場了 好 請大家 看著他 這樣子給他拍拍手 你就是在大家的目送下去 然後換完之後 他又會重新再來一次 好 我們新娘已經換好衣服了 要進場了 請大家行以注目禮 你就是主角 在這裡的時候 就覺得 你在旁邊 那個婚紗公司的人說 時間給我換衣服 好 站起來 我要換衣服 回來 坐 又繼續吃吃吃 欸 換衣服 好 是 我去走 又繼續吃 我覺得根本從頭到尾 都沒有人在打我 就感覺 就是婚禮的部分 這部分感覺也還落差蠻大 當然我覺得這不是什麼 好壞的問題 就是說 我的感覺就是 在日本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可能 在一種正式的場合吧 他們很尊重所謂的主角 而且 那些男主角女主角 他們一輩子 最重要的一次這樣子 但是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對婚禮的理解 我們就覺得 那些我像親朋好友 聚餐的那種感覺 這樣 有時候收到 因為我們這裡有時候 紅包 如果都沒有人 還會收到沒有人的紅包 這樣 什麼人啊 米紅包還不知道 炸彈啊 我們說紅色炸彈 因為我們這邊有時候會 就有時候有些人 黑白蛋 黑白蛋 欸 這什麼 喔 原來是30年前的同學 可能收到他的結婚 或他的孩子的婚 怎麼 結婚這樣子 這個可能也是 文化不一樣吧 你可能覺得說 人越多越好 我們覺得人越多越好 老件這樣 不過因為他們 可能是因為是 算人頭的 今天我請你來 請你來 你來 今天你如果來 我們包的時候 我們是要包雙數比較好 大家說我們覺得雙數比較好 不過日本是感覺單比較好 所以他們包 風包的時候是單數 像說一萬 三萬 五萬 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也跟剛剛說到的語言有關 因為 單數感是出不進 出不進 啊出不進的話 他們叫做 多多多 多多的話 多多的話就是他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不會分開 所以就是說 在日文裡面 單數意思是比較好的 所以通常如果婚禮的時候 你如果想到 你朋友要結婚 你通常一個人去 你就會包三萬 你如果跟你朋友 夫妻兩個人去 你就包五萬 我說的是日幣啦 不要害怕 日幣三萬還是五萬 這樣 就是 我們是在雙數 他們是用單數 過得今天 我請你來的位 你包三萬 給我 不過你吃的東西 可能就是要兩萬 過得我更愛 因為他們吃的東西 是算人頭 在餐廳裡面是算人頭 這樣 所以變成 你包三萬給我 不過我差不多 將近兩萬是回饋在你身體上 過得我還要準備一個 蜜蜜蜜蜜 給你放回去 這樣 所以其實也差不多了 你沒了到 你如果沒什麼了到 他們是這樣 所以他們 結婚很貴 很多年輕人不喜歡結婚 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要用一個 比較正式的婚禮 可能要日幣三四百萬 三四百萬 這樣 所以前一段時間 他們做流行去國外結婚 因為比較小 這樣 就親朋好友 整個人帶出去就好了 說到 結婚的位 我們家有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個人認為 沒有那麼妥當的文化 就是像我們家 結婚的時候 就覺得 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就變成 像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要開車去高鐵站 在露中風的時候 就擋起來 就開不過去 現在可能在都市 看得到 但是鄉下有 邀請他們可以看到 一個搭帳棚 還有婚禮 像流水時 不然我今天看他們的 是桑梨 是桑梨 就是一個 一條路 差不多五分之四 都炸開 你可以這樣 勉強開過 搭帳棚 這個文化 我覺得其實 我也不知道 好了不好 但是有時候 這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好像這個部分 它會比較 人的迷惑 其實有時候 你可能很開心 但是你給 經過的人 或那邊的人 帶來了 不方便 那像這個 這類的文化在日本 應該說 比較少 所以 商禮的 我們這些商禮 聽說 我剛剛臨時在網路上 找到的 這種在日本看 還是很 我去Google 隨便抓兩個下來 像說 我們在路上 在路上 搭帳棚 過了還有一種 鋼管爐 要讓死去的 爸爸媽媽高興 這樣 然後就會請 請這個 來跳一跳 這樣子 像這樣文化 應該說特殊 我也覺得文化 有時候開始 這應該是最近比較有 以前 古早的時候應該沒有吧 我感覺 對啊 這是後來才有的 這樣子 商禮上 婚禮上 也罷了 商禮上也有 這個真是傳到國外 就怕死人 然後另外 另外還有那種什麼 什麼五指枯木啊 什麼時候 叫專部職業 職業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來 然後就 那個叫什麼 叫你來靠 那種 對對對 叫來 就在那裡靠 那種 所以就是我們的 商禮好像也很熱鬧 是不是 我們不知道應該說熱鬧 因為我沒有參加過很多場 我也不知道 還在 像 商禮的部分 這跟 日本也是有很大的落差 像日本的 商禮婚禮都是 穿黑西裝 只是臉帶不一樣 男生的 像你參加商禮 你就用黑臉帶 參加婚禮 你就用白臉帶 這樣 基本上 商禮的部分 就是男生女生 都要穿黑色的衣服 黑色的衣服 你不能說 有什麼 金銀珠寶 金光閃閃 基本上都穿黑色的 過去參加 然後整個過程都是非常的 安靜 都是非常的安靜 這樣子 然後非常的莊嚴 他們的商禮啊 非常的莊嚴 這樣 不過 一結束之後 親戚朋友可能就會在那吃飯 這樣 因為人死不能復活嘛 一直在那哭哭啼啼 也沒用啊 然後我們用那種 最大的誠意 來送走他們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恢復日常的生活 類似這種感覺 像 地方 不像說 台灣 我不知道這應該算台灣吧 還有那種 什麼聽說 還有那位的地方是 棺材要在外面 一樓 放個什麼 七天或什麼之類的 有些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聽過啦 之前覺得聽還有那種 說什麼要放幾天 什麼什麼 類似這種 分散的文化 我覺得也是 台灣跟日本 兩國差距比較大的 有時候文化我覺得不一定是好 還是不好的問題 像台灣的那位 我們有的文化是 可能 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有的 是後來比較有的 有的是那時候 國民黨在外面 把我們 用在外面 拿去外面 拿去外面 的東西 好壞的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 我們都惡惡 有時候我們就惡惡惡 有時候他調過一罐 給我們 我們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惡惡惡 這樣 不過其實一些 比較不好的文化 像說 有些這種東西 我覺得他沒有很現代 你說你拿去外國都會 嚇到那種文化 我覺得那個 不算很好的文化 所以或許那種文化 我們就應該要 慢慢的 慢慢的 就是 不要讓他 不要讓他 不要鼓勵 應該說不要鼓勵 不要鼓勵 然後 讓台灣 成為一個 比較進步的國家吧 過得 雖然說 我提早 10分結束 這樣 OK嗎 你們也疲了吧 你們有 要問什麼問題嗎 我沒有想要 抓時間 抱歉 因為我說話都很快 你們有問什麼問題 我提早結束 你們有意見 應該不會 因為我知道 你們都很疲惡 我之前在裡面 上課的時候 老師都沒有在提早下課 我應該是有史以來 最不會抓時間的老師 常常都在 提早下課 不然我說以前 我上課的時候 大家老師都時間 都抓得到 好啊 抱歉 我講話比較快 不要抓時間 所以 讓大家提早下課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問 如果你抱歉在大家面前 問下課跟問 也沒關係 我今天就跟這位置 可以嗎 各位台灣請到起立 請問陳正祥先生在嗎 麻煩來找我一下 謝謝 如果還有那個識別證還沒領得來 後面這邊領一下 謝謝 謝謝 各位學員 林祖元